五岁小孩当上王爷,未满十岁被赐死。 临终前一句遗言,竟成千古名言。 自古帝王多无情。 其实讲述的就是因为为了帝王之位基本上很多的人都是会你争我斗。 即便是自己的亲兄弟,甚至是自己的父亲儿子的关系,都会发生一些巨变。 所以生在帝王之家真的不知道是好还是坏。 就像当时的李世民一样,他是唐朝开国的主谋。 然后让李渊当上了皇帝,可是他自己也是相当皇帝的。 但是自己的父亲健在,于是就让自己的父亲当了。 但是呢,后来李渊答应了李世民要立他为太子。 但是事实上,却是立了李渊成为太子。 这点就让李世民有点坐不住了。 原本想住到时候,再将皇位夺到手。 没想到李渊成竟想要杀自己。 结果却是自己被杀。 最终李世民逼住李渊退位。 自己当上了皇帝。 而这种事不管是历朝历代,其实都是李渊不先的。 今天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一件这样的事。 但是却有住不相同。 这位小孩五岁便成为了王爷。 这是有住多大的能耐。 但为何后来魏满时就被赐死呢? 并且临终前的一句遗言,到底有住如何的大道理? 能够成为千古名言? 这一桩桩,一件件都是诉说著,最是无情帝王家。 这件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。 当时身为皇帝的刘俊,不顾伦理地迎娶了自己的表妹殷淑仪。 这一切都是因为殷淑仪生的美丽,而且很适可人。 非常讨得刘俊欢心。 于是便有了这样奇葩的事情。 一年之后,殷淑仪便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这让刘俊甚是欢喜。 于是就很是喜欢这个儿子。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小孩。 叫刘子鸾。 由于他并不是嫡亲。 于是在立太子的时候,只能立他的哥哥刘子叶。 可是呢? 这刘子叶并不讨刘俊喜欢。 并且还对他很是厌烦。 经常的受到刘俊的大骂。 但是反观刘子鸾,却是两种方式对待。 刘子鸾受到刘俊的喜爱。 于是从小就是娇生惯养。 受到刘俊的喜爱。 并且五岁的时候,就被刘俊封为襄阳王。 并且还有住其他的职位。 看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。 刘子叶很是气恼。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用。 甚至于有一次刘俊想要废除他的太子之位。 将刘子鸾立为太子。 这件事在朝堂上宣布的时候。 让各位大臣都是议论纷纷。 表示这并不可行。 最终也是没能让刘子鸾当上太子。 刘俊只好作罢。 后来刘俊去世。 刘子鸾的靠山也是倒下了。 刘子叶继承了皇位。 然后就开始了对刘子鸾的报复。 将他给刺死了。 甚至连同刘子叶自己的许多兄弟姐妹,都是被刘子叶给刺死。 这真的是一种大报复。 面对这样的报复,其他的人都是哭哭啼啼。 但是刘子鸾却是异常的平静。 并且在临终前说。 申父申王家。 而这句话也是诠释了帝王之家的惨剧。 成为了千古名言。